它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國際版,一個是所謂的大陸監理版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因為兩個其實都有所謂的正體中文的語系 只是它的授權方案不同 如果你是去國際版的,它的授權方案 就是如果你以後想要就是變成付費的話 那免費其實也夠用了 那你變付費的話呢,國際版的就是你可以按月或按零 那大陸版的就是終身享用 差在這樣而已,你要一次終身享用嗎? 這個是不是大陸監理版的網址? .com嗎?點西亞呢? 哪一個?FOC 喔,剛剛我少寫一個,FOC位置 所以呢,如果您到它的官方網站在這邊 其實不用自己打,我這裡也有準備 對,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FOC在觀看板? 好,那你要從這裡下載也可以 比如說我進到它,觀看板,這是國際版 您就可以從這邊直接下載國際版 如果您要進到它簡體版,就在最下面 有沒有FOC在中文 好,下面這邊有中文 你點過去,它就會進到這邊了 那這個軟體呢,它有Mac版 所以如果您是蘋果咬一口的,也可以使用 所以有些老師,你可能是用那個Mac的版本 它上面也可以用 那這個軟體一個好處就在於說 因為它其實還是要連上網路 可是因為它把製作端的部分 就變成是單機版 所以會比我們單純在雲端上用 就是都沒有軟體,來得快一些 那Predi的話,這個部分就是付費 這個是第一個跟老師稍微講一下版本的不同 那您如果在這個簡體版或總版註冊的話 兩邊帳號也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您是同一個信箱 但是呢,註冊中 就是簡體版跟所謂的國際版 兩個帳號是不相同的 是不相同的 那好的之後呢,您瞭解了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預設進來是英文版 所以我們先來改一下語氣吧 您到上面這邊,有沒有一個help help 這裡,display language 這樣知道怎麼切換語氣了嗎 好,就在這邊 但是呢,切換完之後 要麻煩你重新啟動一下這個軟體了 好,重新啟動之後 它的語氣就會變成中文啦 所以ok之後把它關掉 那關掉你會看到有一個 它就是那個 對,那個 版權 就是不同關按的 你就close就好 所以我現在呢,重新再把軟體啟動一下 把它啟動一下 您就會看到這裡有沒有 有中文的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覺得進來好像 有看到中文比較熟悉一點的 ok,好,那 那,這是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的版本啊 還有這個語氣怎麼切換